心理学家从事心理学的研究 一定要考虑研究中的能力问题 牵涉到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是知情同意 需要被试在自觉自愿的条件下 参加心理学的实验 不能强迫 不能欺骗 试验前应尽量地告诉 被试试验的足够多的内容 可以随时退出实验 第二个是事后说明的原则 被试要求事后说明 如果试验中有不适当的地方 不应该牵涉到的隐私 必须让被试有足够的了解 如果被试在试验过程中间 有身体的不适 心理的不适 必须使其恢复 第三是最小风险原则 就是不能侵犯被试的隐私 不能造成伤害 最起码的标准 就是被试 走进试验室是啥样 出来也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心理学家 从事心理学科学研究 所必须征询的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原则 基本的流程 心理学是一门激动人心的科学 心理学是一门 让我们捉迷的科学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心理学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后的科学 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科学院 曾经讨论过 在21世纪 人类应该研究哪些问题 NBIC宣言谈到 在21世纪 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 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 消灭了自然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 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 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 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 并破译人类认知 社会科学 理解文化信息 驾驭集体智商领域 这些突破会用于加快技术进步速度 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 其深远的意义 可以媲美数十万年以前 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 那么这些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 叫NBICS 提出来 人类有五大的终极问题 值得我们去分析 去研究 这五大的终极问题 就是五个很有意义的科学前缘领域 N代表了纳米技术 因为纳米技术 让我们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分子 可以和自然的分子之间 没有任何的差异 彻底改变我们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模仿 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了解和利用 第二个技术就是生物技术 通过对蛋白质 对我们人类的遗权基因的分析 提高改善人类的健康水平 延长人类的寿命 第三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 由于计算机的革命 网络的兴起 让我们人类有比前人更加伟大的 知识采集能力 知识分析能力 知识掌握能力 第四就是跟我们心理学有关的 人类的终极的思维的问题 意识的问题 如何提升我们的集体智商 如何让我们人不犯常识性的简单错误 这都是心理学要设计的人类的思维的问题 人类还需要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遗传 我们社会的丰富 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最终要解决的最后的问题 我们的集体智商